我们习家优犬介绍 在贵阳已经有了35年的历史 每天加工6000斤的新鲜猪肉 这个筛这一步是干啥的主要 就是把它也税税税筛掉了 用来也比较税一点的 我们要整坡一点 这个倒下坡里边也好 应该会很小的这种话 就是所有的块基本上都是比较匀的这种吗 就是它这些那个渣渣的 就把它整个房东过滤一下 哦 原材料都是选用的这个猪肉的精品五花豆制作 分别有这个五花脆哨 肥肉脆哨 五花软哨 五花那个脆哨呢 酥脆香 五花软哨 软又糯 就是我们徐家脆哨的这个制作方式呢 就是说把每天的这个新鲜的五花肉 倒入这个锅中 经过 15分钟的出油 出完油了以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油打出 倒入我们的这个配方 再经过这个20分钟的一个熬炙 经过这个20分钟的熬炙了以后呢 就是把油打出 就可以出锅了 一斤的话 现在一斤就是出二两 一斤出二两 又是五斤 烧肉出一斤最上 对 一斤的时候就是 在五十万块六十 五十呢 这个是 十万块的 这个是五花软哨吗 这个是五花的片片 这个是五花脆哨哈 这个是六十一斤 比较脆的这种 可能就是说把这个猪肉里面的油炸干了哈 对 要炸干了以后呢 倒入我们的配方 存放的话呢 就是正常常温的话呢 我们家的这个脆哨呢 这在恒温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保存两个月 这一步是干啥的 这一步是把这个 里面的不规整 然后去 哦 就是那个 然后整出来 就是不规则的一些 给它飘出来 这个就是肉的第一步吗 对 前期这是什么意思 耗油吗 耗油 然后有这里边是水还是油 油啊 这个是炸脆哨的第一步 这一锅能炸多少斤呢 就是生肉 生肉能下多少 150斤 150斤 一天能卖多少斤 就是6000斤 也就是1000多斤是吧 我们每天是全部瘦完的 全部瘦完啊 对 每天全部瘦完 这个是五花肉的还是全肥的 五花肉的 五花肉的 这一锅要炸多久 一锅400小时 半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这个就是三口大锅 一锅是炸了这150斤 等于这三口锅的话 总是能450斤 成品的话 出个100斤 100斤左右 这个蛇串蛇这么厉害啊 大概就是四到五斤 出一斤少 就是完全把里边的油分全部炸干了 这个意思 对 已经听到那种脆脆的声音了 对 它现在这个 这个步骤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它现在是正在试它的脆度 哦 正在试它的脆度 对 对 再次 这由于这个地点 变载 您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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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